谁也没有想到 神族大劫居然会在争夺太原仙府的最关键时刻降临 方寒和玲珑仙尊联手击杀镇压了深蓝之子龙帝 方寒得到了自由之意仙气 而玲珑仙尊得到了深蓝之子龙帝的本体 各自有收获 自由之意对于方寒的作用不言而喻 那神仙级别的龙帝对于玲珑仙尊也是好处巨大 无论是度化还是变成傀儡 甚至是炼化成身外化身 或者是豢扬起来 价值都不可衡量 更为恐怖的是 这头龙帝是龙族中的战斗天才 潜力巨大 方寒信心十足 准备炼化自由之意之后 再度大发神威 把玄品之门收取到 然后把在场的人 天界使者 李天王 中央大世界诸人 天王大世界的高手 都一网打尽 全部炼化 成为自己的补品 吸收了如此之多的仙道法则 那八步浮屠肯定全部能够炼制仙气 到那个时候 天地之间谁是自己的敌手 神族大劫也恐怕奈何不了自己 但是这个时候 神族大劫降临了 神族大劫一来临 就来势汹汹 玄黄大世界之外 空间中的一个个太阳恒星都被炼化 许多月亮太阴星辰也被炼化 火焰焚烧天空 整个世界都是神之力降临笼罩下来 大量的海水被蒸发 天地在这一刻 末日降临了 整个玄黄大世界外面的空间 有无数恒星 也就是日月跳跃 但是现在 一个一个的日月被炼化 大地都处于了一种黑暗 无数的神族战士 遮天蔽日 无数的神君 神王 神皇 铺天盖地 那强大的神帝 展开自己的体内神域 释放出了豢养的无数天魔 魔神乱舞 鬼神豪哭 天界的屏障 金碧戏都显现了出来 这一下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而玄黄大世界的本源 感觉到了危险 突然元气一震 无数本源之力冒了出来 对抗着天空中 疯狂降落下来的神之力 只要不是神族 所有在玄黄大世界中的人 无论是人还是妖魔 对神族产生了敌意的存在 都全身一震 似乎可以借用到了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之力 不好 神族大劫降临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降临 天界使者大吼 眼神之中产生了惊恐 他没有料到 神族大劫到来如此凶猛 速速收取玄聘之门 李天王反应极快 狂吼一声 头上出现了一盆火焰 是寿命燃烧的火焰 他请客之间 就施展出了一种秘法 拼命的法门 那寿命燃烧的火焰之中 居然出现了天王大世界的虚影 那虚影刹那之间扩大 居然真实无比 似乎是打开了 通向天王大世界的门户 在那天王大世界中 许多股强横的力量立刻冲起 经过了遥远时空国度的传送 到达了他的身上 立刻他再次暴涨 一掌之下 就把机箱长空佛给震开 随后大手抓住了玄聘之门 这件仙器 最终还是归属于我 李天王冷笑连连 转而是狂笑 愚昧 哪里知道 玄聘之门突然传达出来了 一个威严的声音 终于等到了神族大劫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之力波动 使得我天地之根玄聘大法 终于大成了 玄聘之门 成为我的身体 我就是玄聘之门 玄聘之门就是我 这个声音巨大震撼 方寒听在耳朵里面 十分熟悉 神秘人前辈 是教导我道术的前辈 方寒震撼道 方寒 不错 你很不错 我当年教导你道术 却没有想到 你会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你总有一天 会威震朱天 仙界之中 也掩盖不住你的荣光 这次你帮了我的大忙 要不是你的牵制 我等待不到神族大劫 就会被这些人所恋化 那玄聘之门中 传达出来 神秘人的声音巨大威严 玄聘之门呈现出品自行 一下扩张了十倍 无数的玄黄大世界本源 被吸收了进去 其中好像产生了无穷蜕变 没有任何词语 可以形容的力量 轰击而出 只一下 就把李天王的手掌给震开 随后 三尊玄聘之门开始变化 成为了三尊道人 这道人 三柳长须 面如金纸 头如玉壶 手掌修长 眼神单缝朝阳 鼻梁高挺 眉心一点亮光 身上居然透射出了一股 玄之右玄的气息 前辈 方寒心中一震 此人的力量 已经完全超越了神仙 恐怕是更深的境界 居然把玄聘之门 取代了自己的身体 不过 这神秘人的力量 太过强横了 一下出现 天空之中 就传达出来了 接引之力 要把他接引的 飞升上天界 不能够在人间 有半刻的停留 方寒 不用说了 我现在叫做玄聘道人 就要飞升了 一刻都不能等待 我在太原仙府中 苦挨了数十万年 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今天 以前的一切经历 都烟消云散 你到达仙界之后 再来找我 这次神族大劫 你要过去 我不能够帮你什么 但是在飞升的一刻 我把天地之根的法门 传授给你 除此之外 还我毕生领悟的 仙道法则的感悟 不过我的仙道感悟 你不要照着修行 那样会限制你的法则 你的成就以后 谁都无法比拟 你要走出一条 自己的道理来 这个道人在说话之间 一股玄傲的意念 无数仙道法则的感悟 冲入了方寒的意念中 无比庞大的信息 似乎要把方寒的脑袋 都撑得爆炸 玄仙 这道人居然是玄仙 而且是玄仙巅峰的 无敌强者 甚至到达了 仙悟惊陷的地步 难怪一出来就要飞升 根本压制不住 方寒修炼了 大因果树之后 智慧洞彻万事万物 直追真理本源造化 这些仙道感悟 进入他的脑海中 一一沉淀下来 浩如烟海的记忆 全部都消化 刹那之间 他似乎是 超越了永恒的时空 到达天地的终极 宇宙的尽头 彼岸的极乐道场 他思想发生变化 原胎突然在 33天世界中一下爆炸 这是真正的爆炸 那所有的混乱血肉意志 全部都被融化 庞大的元气 成为了方寒 成为天仙的力量 混乱天君的虚影 隐隐约约从方寒背后 升腾了起来 混乱天君 我还担心 你因为太过逆天 窃取了命运 根本无法晋升为天仙 只怕是一直一感悟仙剑 就会被规则抹杀 但是居然混乱天君背后 按下了这一招棋子 你晋升天仙 感悟天剑 再也没有危险 老夫飞升了 那玄品道人 突然一下冲起 整个带起了天地气浪 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方寒的意念 也不由控制地 突然一下冲入了天界 意志降临 到达了神秘 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天界 天界之中 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 而是一团巨大的云海 云海好像是一个大池子 无数的仙气弥漫四周 在那大池子周围 似乎是站立了无数的仙人 一下感悟到了 方寒的意念降临 都哈哈大笑起来 下界又有一个人物 修成了天仙 神念到达了化仙池中 企图感悟天界 可怜可怜 居然神念进入化仙池中 肯定是魔道人物 或者是佛界 龙界的一些一种 不是正统修士 就看他能不能够 从化仙池中出来了 不然神念化尽 整个人的身体 在下界也会变化成白痴 好了 我们奉命看守化仙池 先抓住这神念再说 不好 那化仙池颤抖了起来 此人好大的力量 怎么晋升为天仙的时候 就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这种神念 超越了神仙 那化仙池的云海之上 突然乌云密布 雷霆闪烁 不好 这个人是明显违反了 仙界规则的人 在下界穷凶极恶 要赶快抹杀 抹杀 我们催动化仙池气 掌握化仙池的大人物的意志 也降临了下来 一团团的风暴 轰击向了化仙池中方寒的神念 其中在化仙池的上方 甚至是出现了一尊 全身金光的大人物 这大人物一手掌握乾坤 一手把握规则 看着方寒的神念 方寒立刻就感觉到了 一阵阵的战力 这仙界大人物 已经不是他所能够 揣测到的存在了 是一尊金线 方寒 殿母天君 分享了窃取的命运 居然还敢冲击天仙境界 神念到达了化仙池中 如此大胆 那就把你的神念毁灭 下界的身体 变化为白痴 这尊仙界的大人物 一掌批出 方寒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的神念灵魂都要破灭 就在这时候 在方寒神念之中 一股更为强横的神念冲了出来 凝结成了一尊 混乱天君的虚影 比这尊大人物 都要高大得多 方寒是我庇护的对象 你一个小小的精仙 居然敢阻止 他突破天仙境界 混乱天君 那个仙界大人物 大吃一惊 混乱天君的虚影一步踏出 顿时无数混乱的意志 降临到达了仙界化仙池中 立刻方寒的神念 无限扩大 一下地广天阔 似乎看清楚了天界的轮廓 无影 无限 无际 乌鸦的浩瀚天翼 传递到达他的神念之中 在混乱天君意念的庇护下 没有任何的仙人 能够攻击到他的神念 哗啦 他感觉到了天翼轮廓 肉体上就传达出来了 一股强烈犀利 立刻 他的身体和灵魂完美结合 所有的血肉圆胎都被炼化 一步就踏入了天仙之境 在神族大劫来临 他在混乱天君的意志庇护下 终于突破层层阻碍 成就天仙 烦人的过去 一切种种都化为了永久的回忆 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步踏出 天人阻隔 从此之后 再也飞人 第931章 打成肉饼 生生世世 一朝踏出 再飞人类 天界规则 人生苦短 日月无暇 阴阳异味 今日成就天仙 他日必定永生无量 方寒运转力量 体内世界中 真实的仙道法则 终于凝炼成功 他的体内力量节节攀升 30名天仙之力 40名 50名 60名 最后足足暴涨到了99名天仙之力 这才停留了下来 本来 以他的逆天反道 被仙界击查 违反了仙界规则 是不可能晋升天仙 感悟天界的 但是因为混乱天君下了一招棋子 在混乱血肉圆胎中 遗留了自己的意志 到达仙界 守护住方寒 使得他终于凝炼仙界法则 真实不虚 像痴人王虽然是魔道修士 但晋升天仙的时候 远远没有方寒这样危险 就是直接意志到达仙界 稍微感悟 然后降落下来 也就修炼成了 而方寒却是不知道 怎么被接引进入了化仙池中 遭遇到大人物的攻击 要不是混乱天君意志守护 难以幸免 那血肉圆胎 最终被炼化的力量 大得不可思议 许多龙帝 魔神 上古神兽 魔兽 妖兽 甚至是佛陀 仙人 的血脉 都全部融入了方寒的无暇之身中 同时狂勇进入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世界 立刻 八部浮屠中 豢养的诸多存在 全部都力量膨胀 一个个的晋升 砰砰砰 砰 通天剑宗剑十五 剑十三等人 全部都领悟了虚仙法则 而水晶洞天的水晶子 还有一些门派的老古董 也全部都化为了虚仙 群星三老 新主 日月剑宗的宗主 也都不约而同地晋升为虚仙 库戎真君 也晋升到达了虚仙 那英流神尊 摩拿神尊 缘无伤 宇文姬 玄无孤 其真君 这些原来的虚仙 全部都晋升了一个等级 化为了真仙 而得意最大的是弥宝 他刚刚吞吐分宝岩 全身一阵 身上仙界之门大开 把他的灵魂吸入了其中 然后似乎到达了仙界 感悟一切 下一刹那 眼神睁开 全身的力量节节攀升 分宝岩光芒大放 居然也修成了天仙 这都是受到了方寒的影响 自由之意 给我炼化 方寒这一下 晋升到达天仙境 整个人的视野 境界都提高了一个层次 力量更是不用说 几乎是提升了四五倍 而且全身的力量 突破了极限 品质都发生了蜕变 转化成了纯粹的仙道刚气 那仙道刚气 其中随意一丝 都蕴含着磅礴的仙道法则 这一下 他的本命法则 冲入了自由之意中 这件仙气立刻就抵挡不住 咆哮着化为了两条蓝色的巨龙 没入了八部浮屠中 其中各种庞大的浮 各种仙道 大阵都展现在方寒的眼前 出现在他的意念中 里面的气灵也被融化 成为了补品 刷 方寒的背上 多了一对翅膀 这一对翅膀 比起当年炎帝火龙顶黑帝 潮西方化的水火双翅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玄妙了多少倍 终于夺取到了自由之意 融入八部浮屠中 我却是可以运用这自由之意的诸多能力 方寒自由之意在身上 稍微煽动 就有一种随时都可以破开仙界规则 飞升仙界的意境 而且他感觉到 仙界的一些规则 对他无法造成束缚 甚至 他都想尝试一下 携带自己的山门诸多高手 天魔神族飞升 方寒 自由之意虽然厉害 可以无视规则 但是远远没有凝炼成功 你要携带天魔飞升 必须还要继续修炼到达更高的境界 然后把自由之意彻底的凝炼 大因果树也要提升一个境界 然后发挥出 世间自在王佛福的力量 也许能够行偷天之势 玲珑仙尊的声音传递过来 当年黄泉大帝 在飞升的那一刻 可是天君 不过也正因为是天君 实在是震动太大了 引动了33天造化神器 冥冥之中的造化先王出手 还有许多古老天君也联手 一击之下被打得魂飞魄散 你只要震动不太大 应该可以偷天 原来如此 方寒沉浸在自己境界提升 力量晋升的喜悦中 听到了玲珑仙尊的话 心中也一个机灵 直到现在飞升 远远不是时候 先还是应付神族大劫 在大劫之中 得到足够的好处再说 天界可不比世俗之中 现在他的实力 在世俗中 可谓是所向无敌 镇压四方 但是如果在天界 那也是小蚂蚁一只 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稍有不慎 就会被大人物拍击而死 不好 他居然在这个关头 突破到达了天仙境界 此人逆天形势 怎么可能能够突破 应该是卡在这一关口 永无寸境才是 他一旦突破 后果不堪设想啊 天界使者大吃一惊 他虽然是神仙 更是融合了中央大世界 许多高手的力量 但对于现在的方寒 却知道不是对手 现在的方寒 当空站立 背后一对自由之一煽动 手掌如天 稍微一翻 就可以颠倒乾坤 毁灭还宇 恐怖至极 而且他的眼神之中 稍微一闪烁 无数的雷暴 各种各样的亡品仙气 大人物显现出来 此时此刻 他就好像是 整个时空的中心 一切事物的最终和起源 命运之长河 在他周身旋转 奔涌而咆哮 他的手上 掌握着最为可怕的力量 他的内心深处 有最为强横霸道 宇宙霸主的雄才大略 他的脑袋之中 有最为至高的智慧 和演算能力 他的双眼 可以动辄天机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维 能够揣测得到的地步了 凭借本能 天界使者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 生命危在旦夕 就是方寒淡淡一眼看过来 无论是天界使者 还是李天王 还是机箱长空佛 都有一种意志崩溃 完全无法抵抗的味道 速退 神族大劫来临 局面混乱 不久之下 天界就会降临大军对抗 而各大世界 都会接到仙界福照 前来增援 各种远古高手 也都会相继出现 对抗神族 这方寒 也凶横不了多久 天界使者狂吼一声 撕裂虚空 就要逃走 李天王也一个机灵 要离开这里 哪里走 今天 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方寒一掌批出 耍葬的元气爆炸 一片片的时空崩塌 居然把天界使者 从时空中震荡的破裂摔了出来 大口大口的鲜血喷射而出 走 机箱长空佛 看见了方寒的凶威 这尊佛陀也被吓住了 立刻转身要回归佛界 但是方寒又是一眼看见了他 大手当空一批 一片灿烂的金光 立刻就把虚空禁锢住 这牢笼代表着的是秩序 一道道秩序的锁链组成 无论机箱长空佛怎么挣扎 都无法逃离出去 万佛朝宗 祖佛智掌 给我破 机箱长空佛狂吼 背后显现出了法罗 法骨 木鱼等声音 它喷吐出了赤金色的血液 那血液熊熊燃烧 无数佛光从佛界传递过来 化为一只佛掌 佛掌的中心一个地字 当空一阵 把秩序锁链组成的牢笼给击破 报应大佛法 亵渎佛陀的人都会得到报应 机箱长空佛张口一吐 一股沾潭香气弥漫宇宙 其中一枚纯金色的设立飞了出来 那纯金色的设立 是它苦修的功力所凝炼 足足相当于百万年的修为 竟然直接攻击向了方寒 威士有一些类似于玲珑仙尊 刚刚施展出来的天元一击 小心 人黄比 心魔老人 赤渊魔尊都是一惊 这次大佛报应杀 是亵渎佛陀之后 佛陀降临的愤怒 方寒威风凛凛 如不败之战神 耸立当场 一掌击出 大手宛如成钩 反掌擒拿 大道在天 那金色的设立 还有弥漫宇宙的沾潭香气 居然全部收入了手掌之中 我跳出万界 不在五行之中 因果报应都不能够加持我身 我不但要亵渎佛陀 还要斩杀佛陀 给我死 收取掉了那佛陀设立之后 方寒并不放过机箱长空佛 脸上显现出淡淡的笑容 整个人巍峨雄壮 一片净土在身躯中展开 神魔意象纷纷呈现 各种仙人的印象 闪现泯灭 他上前踏出一步 周身无数的阴节响彻不停 四天赖 世德赖 四人赖 天地人都在掌握之中 智慧 力量 永恒 虚空都在一握之间 一步一拳 这是贯穿史诗 亿万文明巅峰的一拳 碰 机箱长空佛周身的佛光 全部都碎裂 就连那灭顶金轮的报应之身 都全部瓦解 一切法宝在一拳之下 也都崩灭 他狂吼之间 发出了受伤狼一般的嚎叫 半个身体都被打碎 他竭力沟通佛界 从其中汲取力量 想要修复自己的身体 体内世界无数丹药燃烧 提供元气疗伤 但是方寒不给他一点的机会 又是上前一步 气势如山 白红灌日 这一拳 崩 机箱长空佛的另外半边身体 再次碎裂 化为滚滚金色佛光 开始燃烧 涅大佛法 他企图入灭对抗 没有用 方寒大手打下 盖天镇压 只一下 就把这团金光 打成了一团金饼 凶威不可一世 一尊佛陀 被打成一团肉饼 这是何等的震撼 何等的不可思议 高高的九天之上的无数神族 似乎都看到了这一幕 都纷纷停止了冲杀的脚步 有一些神皇 吓得都差点从天空上掉落下来 神族大劫 也要被我化解 方寒眼神望向天空 抬手一掌 轰隆 一块天空 被直接打成了青色的大饼 成千上万的神军 神王 神皇都炸成了元气 压成了宝饼 第932章 周天仪变化仙气 机箱长空佛 就被他一下打扁了 这可是神仙巅峰的高手 世俗之中 能够展现出来的最大战力 他的力量 有多么强横 李天王刚刚要逃走 就看见了方寒连续几拳 打得机箱长空佛 全身都成为一团金饼 没有一点的反抗能力 不由得吓得差点尖叫起来 心脏从嗓子眼中 蹦Q出来 他虽然是天王大世界之主 战力非凡 但也就和机箱长空佛 在伯仲之间 现在方寒一掌 就打扁了机箱长空佛 那他挨到了那一掌会怎么样 会不会也一样打扁 不过 他绝对没有勇气试验一下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跑 乘着神族大劫跑掉 他施展出了天王神盾 整个人的元灵 和天王大世界结合 突然一阵 遥远时空之中的天王大世界 一些老古董 终于感受到了他的危险 立刻隔空传递法力 打入到达了他的体内 与此同时 一个又一个时空虫洞被打开 其中无数神通打了出来 许多无名高手 都斩杀向了方寒 是天王大世界 一些神仙级别的老古董 杀 方寒眼神寒冷 身躯一阵 双手环抱 我要为上天 收走 你们这些人的性命 我神通盖世 独抗神族大劫 他环抱之中 打出了治天圣法 那无数时空虫洞一下崩溃 无数老古董 对他的攻击纷纷破灭 李天王 你儿子被我杀死了 我斩草要除根 你也难逃 方寒左手一抓 施展出了 三十三天造化神拳中的擎天手 把机箱长空佛 打成的金色饼子 抓在手里 随后一步踏出 天地日月都围绕着他而旋转 他战力无穷 超越神仙 周身亿万龙形元气环绕 寿元媲美天地 近乎不朽 机箱长空佛的身体 被打成饼子 并没有死 自身的神仙法则 还在痛苦挣扎 企图凝聚身体 与此同时 他打开的佛界通道中 一些老古董的人物 也纷纷打出了佛念 无数古佛的虚影 朝方寒冲击而来 企图解救下机箱长空佛 但是 这没有任何用处 方寒身躯挺立 大吼长笑 天地朽而我不朽 日月灭而我不灭 大道不存 我却永生 他吐息如雷暴 直接就瓦解了那些古佛的虚影 反击了过去 众人就看到了巨大的佛界通道 被他一下轰击得出了更大的窟窿 无数的佛国净土 琉璃净土 婆娑宝树 都显现了出来 有高达千亿里的神山 有金刚古佛 有黄金国度 无数菩萨 但是方寒这一下反击 许多佛国都遭遇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李天王亲眼看到了一尊主持佛国的佛陀 天仙级别的高手 被方寒一下就轰爆 整个人在佛界之中被爆炸 一个佛国就此毁灭 方寒居然如此威严 在玄黄大世界之中 隔空把力量轰击进入了佛界 毁灭了一尊天仙级别的佛陀 佛界 救我 机箱长空佛 发出急促的声音 佛界的人都解救不了他 反而被方寒轰击过去 全部轰杀 他知道了大难临头 但是绝不甘心 给我炼化 方寒大踏步 拳头一捏 机箱长空佛 整个金饼一般的身体 就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他整个人再次仰天长笑 激烈万分 音波咆哮而出 空中无数神族纷纷堕落 在堕落的过程中 纷纷爆炸 化为了无数的神通果 长生果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被八部浮屠储存起来 机箱长空佛 是一尊神仙 神仙法则非同小可 一万天仙也未必能够有机缘修成神仙 领悟神仙法则 炼制仙气 必须要有神仙的海骨血肉来血迹 纳雅宗道炼制仙气大成圣刀 也是偶尔得到了死去的神仙躯体 而现在 一尊活生生的神仙被方寒打得爆炸 生生炼化 看得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 周天怡 给我晋升为仙气 方寒狂笑长吼 那机箱长空佛的神仙躯体 血肉就打入了三十三天世界中的周天怡中 三十三天之宝中 周天怡是主持推算的 也起着枢纽的作用 一旦晋升为仙气 那恐怕会再次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星球一般的周天怡 好像一个大世界旋转 无数日月星辰组成轨迹 星图 天图 河图 神书 道经 都开始运转 那机箱长空佛融入了其中 周天怡得到了神仙法则 本来半仙气的他 一阵之间 居然化成了真正的仙气 强大的仙道法则 从其中旋转出来 立刻八部浮图三十三天 世界的元气 都凝结成了一片片的神符 这些神符 雪花一般 代表着天地玄奥 从此之后 只要在八部浮图中的修饰 吸取纯阳元气 都是吸取这些符 那纯阳元气 在周天怡的演变之下 居然再次组合 化为了神符 天元神符 这是天元神符 传闻之中 只有太古大能 在呼吸吐纳之时 才会把纯阳元气组合 炼制成天元神符 再吸收进入 是普通吸收的千万倍 风白雨 赤渊魔尊 心魔老人 人皇比震惊道 吸收元气 也有许多诀窍 各种吐纳之道 都是不传之秘 同样的一种元气 用不同的吐纳之术 凝结吞下去 修炼的效果天囊之别 就好像同样是炭气 凝炼之后 有的化为黑烟 有的化为钻石 相差如此之大 纯阳元气也是如此 现在周天怡变化成了仙气 居然把纯阳元气 演化成为天元神符 给人再吸收 那就等于是最为至高 近乎于造化的能力 周天怡此时此刻 终于显现出了 造化神气的神奇一面 天元神符 雪花落下 这就算是再仙剑 也不可能再度展现 风白雨激动地道 他沐浴在其中 竟然离得顿悟 全身封印再度解开 诸神黄昏出现在头顶上 居然也开始突破到天仙境界 方寒的晋升 就好像是天地晋升 凡是在八步浮屠中的人 都可以得到无穷无量的好处 方寒却不管风白雨的晋升 他现在就如盖天古仙 前古杀戮天君 一下把机箱长空佛炼化 使得周天怡变化为了仙气 自身的品质 得到极大的提升 越发不可一世 快跑 快跑 我们已经万万不是此人的对手了 他彻底封魔 神族大劫 是他的机会 也是他灭亡的终点 天界使者对李天王道 此时他也心惊肉跳 看见方寒一下打扁机箱长空佛 然后炼化 内心深处也泛出了冰冷的寒意 我天王大世界 还有中央大世界的高手前来支援了 我们先走 李天王看见了 又是无数时空通道打开 一些老古董的人物 都感觉到了神族大劫 纷纷前来 他得到了帮助 身体一闪 再次飘移 天上的神族大军 越来越密集 整个玄黄大世界外面的日月空间 全部的日月都被炼化 天皇神帝 这次 我们进攻玄黄大世界 那要看看玄黄大世界 有什么厉害人物出世 高高九天之上 神族之中的大人物 神帝级别的高手汇聚在一起 其中一尊神帝高高的帽子 面容刀削腐凿 双手很大 但是皮肤细腻 其中有一些金光流动 哼 玄黄大世界 是一次不如一次了 没有什么大人物出世 当年盘武先尊 也不过是稍微强大一些 后来突然得到了 本元道人的传承 一下晋升 到达了传说之中的天君 使得我们七大远古神帝的 帝诗天等诸位大人出手 才将其击杀 又一尊神帝道 现在这些大能 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最为厉害的高手 也就是叫做什么玲珑先尊的 当然 这次我们是下定决心 全面打开仙界通道了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还有一些古老地道门高手 都会前来援救 不过 那是什么 下界在大战 是太原先府 玄聘之门出世了 龙界高手 佛界高手都来抢夺 那是天王大世界的李天王 龙族的战斗天才 深蓝之子 玲龙先尊 还有天界使者 鸡香长空佛 那个年轻人是谁 我们要不要下去抢夺 啊 天元一击 是天元一击 把深蓝之子击杀了 这是鸿蒙道人的天元一击 曾经连我们传说中的老祖宗 十祖圣王都被重伤 玄聘之门产生了变化 那个年轻人 晋升到达了天仙 好强横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 如此锋芒 鸡香长空佛 居然被一掌就打扁了 被炼化了 那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那个年轻人不是人 怎么会这么厉害 鸡香长空佛 可是神仙 糟糕 我们神族大军 毁灭了不少 许许多多的神帝 刚刚降临 感觉到了强大的元气波动 就看到了下面 电光石火一般的一幕 尤其是方寒晋升到达了天仙境界 几拳就把鸡香长空佛给打扁了一幕 给所有的神皇 神帝的心目都种下了不败战神 非人非仙的恐怖心灵种子 神族 也没有什么 所有神殿 给我亲那 方寒看见 李天王和天界使者逃走 也并不追赶 仰头朝天上一看 就洞穿了许多神族大军 看到了神帝聚集的地方 他长笑而吼 一掌击出 浩瀚的力量 组成了一道永恒星河 冲刷着时空 要把不朽的时空都冲刷得完全消失 第933章 恨蛮杀害 那是什么人 怎么如此厉害 神族大劫 他敢反攻神族神帝聚集的地方 此时此刻 一道道的时空虫洞 在玄黄大世界许多隐秘的地方打开 许多古老道门的高手 都接到了仙界的符罩 赶到玄黄大世界之中 对抗神族的入侵 太上九卿天的人 也在宗主祖蜻蜓的带领下 进入了玄黄大世界 一个巨大的葫芦跳跃进来 正是重生仙湖 重生仙湖之中 无数的高手从气中飞了出来 许多道场地道主 天仙巨无霸的人也相继降临 他们一降临 就感觉了玄黄大世界海上的强大法力波动 看到了一道道的身影在气中争夺 刹那之间奋出胜负 神仙 神仙在交手 佛界的吉祥常空佛 李天王 吉祥常空佛被人杀死了 那个人是谁 杀死了神仙 李天王也逃走了 天王大世界的一些老古董公鸡 也都被瓦解 那个人是方寒 没有错 是弥宝的丈夫 方寒 东陵道主道 怎么可能 方寒这小子虽然厉害 但在神仙面前 也不堪一击 怎么可能击杀吉祥常空佛 副门主化子虚不敢相信 天地之中 滚滚声音传递过来 我方寒今日 独抗神族大劫 诸多神帝 神皇给我陨落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 最终承认的是我 千万门派 尽归于造化 我造化门 才是这次神族大劫的最终归宿 其他一切 都是邪门外道 果然是方寒 怎么可能 他虽然能够击杀天仙 但是天仙和神仙相差太大了 他怎么现在 连吉祥常空佛这样的神仙佛陀 都能够一掌击杀 他到底是什么 恐怖大能转世 难道真的是绝世古仙 华子虚的心神纠结到了一处 现在的方寒弹指之间 就可以瞬间杀死他 他怎么能够不恐惧 这方寒如此大能 他的锋芒 甚至连第一高手玲珑仙尊 都掩盖了下去 掌教至尊 我们这次到底是辅助太义门 还是辅助造化门 一尊道主天仙 颤抖着声音道 哼 出的风头越大 死得越快 这次神族大劫 非同小可 仙界纷纷降落下福照 一些远古的老古董都会出现 凭借这次机会 抢夺功劳 在仙界飞升 就可以得到一些地位 好处岂会让他一个人都站去了 简直是笑话 幻影法王冷笑连连 语气十分的尖酸恶毒 在上一次神族大劫 盘武先尊比他要厉害得多 还不是因为杀戮的神族太多 被远古第十天七大神帝联手杀死 他下场也不妙 随时都有可能陨落 风头岂是这么好处的 幻影法王被方寒击败过 一直耿耿入怀 小心 画子虚 脸色突然一变 因为他感觉到 幻影法王一说完话 巨大的危险 就冲涩了他的心灵 祖蜻蜓脸色也大变 催动了重生仙壶 里面放射出了千万神光 神光化为刀剑海洋 企图抵挡住什么 方寒道友 幻影法王不是故意的 你手下留情 毕竟太上九卿天 和弥宝有渊源 但是迟了 幻影法王尖酸刻薄的话音 还没有消失 轰隆 一只金色大手 破空震荡 只一掌 就把重生仙壶的光芒给撕裂 然后抓到了幻影法王的头顶上 举世同辈 幻影法王大吼连连 打出了杀招 天空中传递出来了悲弃的哀鸣 我独占神殿 击杀神族 居然还敢用语言诽谤亵渎我 造化不容亵渎 我不容诽谤 凡是诽谤我的 都将遭遇到毁灭 那金色大手之上 发出了方寒的声音 一拍一击 幻影法王的大杀招 立刻就被轰破 然后整个人被打成了一块肉饼 被金色大手抓上天空 飞入了方寒的身体 方寒站立高空 九天苍穹之上 独占神族 但却还有余力 听到了幻影法王的诽谤 一击下来 杀死这尊天仙巨无霸的强者 威风简直是没有任何词语可以形容 啊 幻影法王被击杀了 生死倒笑 就因为 他暗中说了一句方寒的坏话 他死的冤枉 好霸道的人 祖倾庭掌门 我这是在为太上九倾天清理门户 有幻影法王这样的人 迟早会给你们门派 带来杀身大祸 方寒的声音再次滚滚而来 随后他的身体向上一冲 不管太上九倾天的这些人 而是全力攻杀神族大军 他的攻击浩瀚无牙 击杀向了神帝群众 那些神帝勃然大怒 每一尊神帝都打出了神族的绝杀之术 与此同时 虚神界的通道被完全打开 源源不断的古天魔 神族大军滚滚而出 无数的神王 神皇凝结成了大阵 足可以灭杀先人 无数的法宝 汇聚成洪流 直接击杀向方寒的本体 惊天动地的大撞击 方寒的这一击 居然被抵挡了下来 虽然许多神族 雨点一般地坠落下来 但神帝却一头并没有被击杀 反而是虚神界中 传递来古老的力量 把方寒的掌力瓦解 鬼斧神功 许多神皇 神帝都 施展出了鬼斧神功大仙术 一时之间 无数的巨大神府凝结而成 朝着方寒批杀过来 天上亿万斧头 鬼斧神功 雕琢自然 围绕住方寒 周身先到刚齐不停地披杀 一时之间 无数时间空间都被毁灭 天空只剩下了斧头的影子 鬼斧神功大仙术的洪流 有一些神帝 如天荒神帝的修为 并不在基乡常空佛 深蓝之子龙帝这些人之下 鬼斧神功大仙术 都凝聚了99种3000大道 诸神创世的经文 隐藏在其中 一斧之下 可以把大世界都切掉一边 现在都汇聚起来 斩杀方寒 威力有多大 虽然方寒厉害 但是和整个源源不断的神族抗衡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鬼斧神功大仙术 不过也奈何我不得 方寒身体在无数仙术的洪流中 身体震荡 逆流而上 大手抓射 遮天蔽日 一掌拍出 成百上千的鬼斧神功大仙术 就被击破 然后再一抓 上十一里的空间 就被打成了一团饼 其中无数的神族战士 神族神王 一些修为低下的神皇 被直接打扁 化为了长生道果 再次被收入身体中 找死 神帝聚集的地方 那天荒神队看见了损失惨重 突然身体一动 整个庞大的身体 直接降临 到达了方寒的身边 竟然施展出了大挪一束 然后一掌拍出 十足圣权的三大杀招 全力展开 天荒神帝 方寒丝毫不惧怕 周天怡稍微一旋转 就推算出了 这头神帝的生命力 还有一些零碎的来历 你的儿子 叫做荒孝玉 企图抢夺混乱血肉圆胎 也想修炼到神帝 但是却被我把手下全部勤拿 不过 你儿子逃跑了 我今天遇到了你 正好斩草出根 那你就试试看 布置大振 枯酒圣魔 枯羞圣魔 枯骨圣魔 枯枭圣魔 酒枯圣魔 布置天地 豪枯大振 天荒神帝一动之间 背后出现了九杆大旗 每一杆大旗之上 都封印着一头圣魔 这九头圣魔 身边无数天魔环绕 每一尊天魔的眉心 都有一个斧头形状的标志 居然是神族制造的古天魔 那九头圣魔 都是天仙级别 所以称呼为圣魔 那九杆大旗 并不是法宝 而是九头圣魔的 本命精华 和带领的亿万天魔 凝结而成的魔旗 是一门阵法 旗门遁甲之魔道 天地豪枯大振 天荒神帝把手一抓 九杆大旗和上面的 九尊圣魔猛地飞起 降落下来 就把方寒围困在其中 那九尊圣魔面目 各自发出了猙獰的神色 要扑上来 把方寒吞噬掉 围困我 不大阵 方寒长笑 痴心妄想 我为上天灭魔诸神 他一长笑 风云洞 群星落 万界震荡 他手掌横扫 打出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拳法轰击到哪里 哪里就化为了乌有 翻天之手艺 盖天之街 一掌打出 顿时那九杆大气被引动 上面的魔器 都化为了一条条的真笼 强行拉扯进入了方寒的体内 原始祖魔之气 方寒再次一番手掌 上面滚滚的魔器 击射而出 化为了原始祖魔的虚影 当空一抓 那枯九圣魔 枯羞圣魔 枯骨圣魔 枯枭圣魔 九大圣魔看见原始祖魔的气息 好像老鼠看到猫一般 都显现出了畏惧的神色 方寒再次踏出一步 拳法刚猛 身体撞击 如仙界的仙山之王 直接打击 轰隆 起源神拳 那九大圣魔 全部都被震得裂开 化为了一团团的血色魔云 他们麾下凝聚成大气的古天魔 一下不知道被打死了多少 给我收去 吞天气 方寒双手化了一个圆圈 一股元气形成了血盆大口 吞天巨口 就把这九头圣魔 还有无数的古天魔 都强行吞了进去 一招之间 天荒的天地豪哭大震瓦解 辛辛苦苦豢养的九头古圣魔 被擒拿 全部收入了方寒的囊中 方寒还并不满足 身体挺拔 吞天进化为了破天沙打了出去 封锁住了天荒神帝后退的路线 天荒神帝立刻向上升腾 方寒自由之意煽动 人一下 出现在了天荒神帝头顶 打出了治天圣法 向下轰击 不 天荒神帝被这一击 头颅都爆炸开来 第九百三十四章 再次变化仙气 神族之中 修为无比深厚的神帝 天荒神帝都不是方寒的对手 被方寒一招之间 就收取走了天地豪哭大震 还被打破了头颅 神域空间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方寒如此的凶神恶煞 让得神族的诸多神帝 甚至是一些佛界 龙界还有一些古老大世界 暗中窥视的目光 变得古怪起来 或者说是被完全被震慑住 神仙本来就不能够施展出全部的力量 除非是某种秘法掩盖 但这样 也就是极限了 到达了玄仙 一举一动 根本不能够发挥出威力来 稍微一泄露 就要飞升 而方寒现在 在天仙阶段 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出力量 因为天仙法则 还不足以催动仙界规则进行接引 而他现在的实力 却可以一掌拍死神仙巅峰的强者 玄仙不出 没有人能够和他争锋 也就是说 他在世俗中几乎是无敌 一下晋升为天仙 他每一次出手 都是把人惊骇到死 先是打扁鸡箱长空佛 直接炼化 随后轰击佛界 又直接把太上九卿天的幻影法王杀死 炼化 最后冲上天空 对抗天荒神帝 依旧是三拳两脚 打爆了他的头 同时把九大圣魔纳入囊中 这一连串的神威 让进入了玄黄大世界 对抗神族的诸多古老道门的人物 都看得清清楚楚 人人心中泛起寒意 天荒神帝 你也无路可逃 方寒一拳打破天荒神帝的头颅上 大手再次变化出了33天的虚影 就要把天荒神帝给直接炼化 但是 诸多神帝看见了这天荒神帝危险 突然出一拳 施展出各种仙术轰击而来 天崩地裂 长空火舞 处处都是神力澎湃 整个天地之间 那神之力 居然凝聚成了液态的神水 把人淹没 神节之水 诸多神帝神皇 联手发起了大震 把神之力转化为神节之水 企图水漫玄黄 天河断裂 神节之水滚滚而下 整个玄黄大世界的海洋 立刻全部化为乌有 千万亿兆的生灵这一刹那 都化为了乌有 颠覆一个大世界 神族凶残的秉性终于显现了出来 方寒 这是神节之水 所有的神族发动的根本力量 连接到达了遥远的虚神界 曾经上古三皇都被困在这神节之水中 速速后退 退入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玲珑仙尊的声音传达出来 自从玲珑仙尊把神蓝之子击杀以后 就没有出手 似乎是在炼化神蓝之子 这一下发出声音 轰隆之间 他的身后出现了那神蓝之子龙帝的身体 被他炼制成了守护 这头龙族的战斗天才 被他炼化之后并没有失去战斗力 反而是战力强横了很多 也不知道是得到了玲珑仙尊的什么先术贯注法力 自由之意 神节之水 也奈何我不得 方寒凶威勃发 面对诸多神帝进攻 大手连抓 把神节之水逼开 整个人如同天意降临 覆盖了天荒神帝的整个破碎身体 直接射 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连番后退 发出震天怒吼 伴随长笑 我方寒世间无敌 搏杀神帝 诸位道门高手 若是有心 可和我造化门联合 共抗神族大劫 说话之间 他身体却降落下来 和玲珑仙尊一起 再次打出了千万圣光 那就是 杜化我大义教齐真俊 差点把周天仙尊打得死掉的方寒 不错 他就是方寒 我们大义教还想疯狂报复他 但是现在看来 得离此人远一点 他的神威 不能抵挡 一群古老地道门高手 刚刚进入了玄黄大世界 就看到方寒惊天手段 纷纷扬起高贵的头颅 仰望这尊独占神族的存在 这是大义教的高手 妖气纷纷 一群妖魔也跨越无穷时空而来 领头的几尊妖族仙人 其中一位是个身穿紫色衣服的女子 这紫衣女子看着天空的方寒 赞叹道 盖世英雄 莫出其左右 子圣 我等乃是祖妖之地的十大妖族之一 修行数百万年 看穿风云变幻 日月运转 大道膨胀 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你如此赞誉过 这紫衣女子身边 一个温文儒雅的男子道 这个男子是一个妖怪 不过早就修成了仙人 而且超越了天仙 是祖妖之地的十位妖族老祖宗之一 这种巨妖 真是看穿世间花开花落 悠悠岁月 宠辱不惊 的确是盖世英雄 战佛 战龙 战神 战仙 战天 天地英雄 莫能抗衡 又一个鹅黄色沙衣的妖族老祖宗女子道 我们祖妖之地进入了玄黄大世界 也是接到了仙界扶照 对抗神族 迟早有一天 我们要飞升 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仙界扶照上所说的东西 得到了极大的功劳 飞升到达了仙界 也就不会遭到歧视 甚至可以得到极大的权势 我们始终要飞升天界的 这次不知道要怎么办 一个身如铁塔的妖族老祖宗地道 看看情况 仙界扶照是要对付这个叫做方寒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方寒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够对付得了的 又一尊妖族老祖宗道 走 我们进入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这表面肯定守不住 那方寒再强横的力量 毕竟不是鸿蒙道人 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抗衡整个神族 嗯 万妖谷的人也来了 祖马神教的人也过来了 这一批人进入了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玄黄大世界有无穷空间 深处也有无穷的玄妙 神族最多只能在占据表面 然后布置下大阵 炼化这尊大世界 盛寄着远古第一的世界 然后打穿到达仙界的通道 在神族炼化玄黄大世界的过程中 七府 三库 一密藏这些隐藏的宝库 一会纷纷隐藏不住 然后冲出来 这个时候 就看谁能够夺取得到了 在大劫之中得到足够的好处 在神族大劫降临的一刻 不知道多少远古到门 各个大世界的势力 都进入了玄黄大世界深处 天界的许多势力 也降临下来了浮罩 雪花一般 方寒也看到了这一幕 在他的感知之中 无数地道门高手破空而来 都进入了玄黄大世界深处 没有一个道门的大势力 和天上的神族对抗 只有他一人 独自冲入神族大军中 四面搏杀 不过他也没有和神族大军 拼命的心思 而是想尽可能的击杀神族 炼制更多的神通果 长生果 甚至是仙果 神帝相当于仙人 被击杀之后 也可以被荒神支持 世界之术炼制成仙果 可以把长生石虫 真仙大圆满的人物 提升到达天仙的境界 神通果 好多的神通果 炎在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乐开了花 看到方寒不断击杀神族 那神通果 雨点一般地降落下来 堆积如山 差点兴奋地全身爆炸 虽然这些果子 他吞服了 也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他看到财富不断增加 也高兴地不知道东南西北 典型的守财奴 哦 一枚枚的长生果也降落下来 方寒双目严肃 和玲珑仙尊并肩而立 仿佛一对碧人 他抓摄了天荒神帝之后 体内的神通权力运转碾压 已经变化为 仙气的周天仪 运转得更为迅速 不过这天荒神帝 毕竟是神族 体质特殊 就算是世界之术 也一时之间也炼化不了他 方寒 我乃是神帝 神之帝王 可以被镇压 可以被击败 但是我不会死亡 我已经得到了神之本源 我永恒不朽 天荒神帝的头颅 居然再次重新组合了起来 他的身体周围 一个宇宙国度 居然凝聚成形 诸神国度 诸神加持 诸神国度 诸神不朽 他大声呐喊 企图破空而出 始祖圣王啊 沉睡的始祖啊 我向你虔诚地祈祷 企图得到 你来自远古的祝福 我向你祭祀 愿意舍弃神帝法则 毁灭敌人 在诸神国度之中 天荒神帝突然跪了下去 周身寿命燃烧 神帝的法则也开始破裂 似乎要进行一种祭祀 方寒刹那之间就感觉到了 在无穷时空 有一尊可以媲美天界的神界 在那神界的中央 一头最初 在太初时刻就诞生的神族 似乎微微一动 睁开了眼睛 只要眼睛一睁开 方寒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世界 肯定会被撕裂 那三十三天至宝的周天怡的演算 也是根本无法化解 不好 祭祀十足 风白雨突然站立起来 诸神黄昏 陨落世间 他身上一股股终结圣王的气息冒了出来 顿时隔断了祭祀 那天荒神帝脸上 立刻就显现出来了恐怖 终结圣王 你就是风白雨 终结圣王的寄托 你是终结之子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终结出现 代表着最后的归宿 风白雨一掌 就攻破了天荒神帝的诸神国度 好 方寒的意念降临下来 化为了审判之枪 只一击 就把天荒神帝击得粉碎 这一次 他是彻彻底底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所有的元气仙道法则 都被方寒一下吞噬 而风白雨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容天拙 再次晋升为仙气 方寒大吼 那三十三天至宝中的容天拙一阵 和周天怡一样 焕发出了万丈豪光 晋升为了仙气 方寒的力量再次增加 身上多了一道道荣光组成的长袍 诸天的荣耀 全部加持于一身 第九百三十五章 浩天神帝 我果然在这次神族大劫中 祸益良多 如果再这么击杀下去 不断炼化 还真有可能 把三十三天至宝和八部浮屠 全部都转化为仙气 方寒已经把周天怡 容天拙都炼化成了仙气 法力再次增长 那容天拙带着诸天的荣耀 加持在身体上 化为了荣耀长袍 带着无上神圣的气息 让人一看就产生静养的情绪 三十三至宝之中 两件都变化 为了仙气 方寒的法力再度增长 突破了瓶颈 到达了108尊天仙联手的法力综合 每一掌批出 都是力大无穷 自由之意在背后煽动 整个人更飘忽不定 没有任何人 能够伤害得到他 神族 神族就是我的补品 他指天踏地 向上虚抓 法力击射出去 顿时足足有上百万的神族战士 数以万计的神军 神王 还有上千头神皇 都被一专凝练起来 身体接二连三地爆炸 然后再次化为了神通果 长生果 这些果实 落入了仙道六门 魔道五宗 还有数十个巨无霸帝国 千亿人口之中 被一一分发下去 立刻之间无数的神通秘境 衍生了出来 一道道地浮飞了起来 一颗颗的金丹 从三千尊世界中飞舞 这一下 又有数十万的肉身镜 五道宗师 修成了神通秘境 数万人修成了本命符 八千多人修成了金丹 好 我与化门 又足足多了一千名的金丹高手 与化门的赵神阳 五明空 王坤伦等人 哈哈大笑 满心欢喜 那神通果 甚至长生果 都从天上降落下来 与化门当然能够瓜分到更多 势力膨胀的无比厉害 本来 在周天仪的仙气运转下 那些纯样元气 凝结成天元神符 雪花一般的飘落 被众人吸收 修为的效率 就比平时要高出千百倍 现在加上这么多的神通果 长生果帮助 八部浮屠中豢养的天魔 各大门派 各个生灵修为 简直是用突飞猛进飙升 都不足以形容 像星云宝宝 本来修为就到达了混动秘境 突然方寒击杀了一头 虚仙级别的神尊 凝炼成了长生果 一下给星云宝宝服用下去 他立刻就突破 到达了虚仙境界 然后不停吸收那天元神符 天节透过八部浮屠降落而下 被他用星光一一吞噬 搏斗 居然安然无恙 给我破 方寒又瞄准了一堆 神皇主持的大阵 隔空一掌 空中出现了层层叠叠的 太古神山 相互挤压过去 几头长生十重真仙级别的神尊 身体立刻爆炸 什么大阵都没有用处 一下被击破 然后他们依旧被炼制成了长生果 都打入了奇真君等人的体内 把他们的生死法则 弄得更为大圆满 好使得他们以后 更为容易突破到天仙的境界 现在 方寒的八部浮屠中 弥宝修成了天仙 风白雨修成了天仙 痴人王也修成了天仙 另外 他击杀天荒神帝的时候 把他换养的九大圣魔 枯九圣魔 枯修圣魔 枯骨圣魔 枯修圣魔 全部都降服了 这些圣魔 都是天仙一个级别的古天魔 也就是说 方寒现在一共拥有了十二大天仙 实力已经差不多 可以媲美太上九卿天 天涯派这样的上古巨无霸道门了 只不过 这些上古巨无霸道门 背后还有一些老古董隐藏不出 方寒却没有这样的底蕴 但至少表面上 已经可以和这些道门抗衡了 而且 方寒现在本身的实力 就相当于一尊老古董 想想 他连神仙级别的高手 都能够一掌打扁炼化 一些老古董都未必能够做得到 不行 这方寒实在是太凶猛 而且他身上拥有世界之术的气息 甚至把盘武仙尊炼制的 专门克制我们神族的荒神之池 也真正炼化 这样下去 我们损失惨重 一尊神帝道 无妨 他会死的 更为厉害的神帝 要破空而出了 一团神帝看见方寒大手猛抓 无数神族死于非命 都被生生炼化 不由得十分恼怒 但他们却不敢上前去击杀 因为方寒在运工的时候 背后一团绿色的影子 破空冒了出来 成长为一尊参天大树 这株大树高大上百万里 进入云层中 无数的根系都深入虚空 似乎和仙界沟通了 这株大树 亿万之夜 到处乱刷 如神佛手臂 刷到哪里 哪里的神族就开始爆炸 然后元气被吸纳 在树枝上凝聚成了一枚枚的果子 就算那凶猛的神洁之水 也好像是这株参天大树的补品 被古朵躲得吸入了气中 使得枝叶更加的茂盛 一股股精纯的元气冒了出来 使得方寒更加的生龙活虎 世界之树 专门克制神族 神洁之水 本来是无比恶毒的结水 修道人只要沾染上一点半点 全部融化 而被世界之树吸取进去之后 却就可以化为天地之间 最为奇妙的长生之水 给修道人喝上一点 就有了修炼到达长生秘境的根基 荒神之池 全力运转 化为世界之树 收纳神族 方寒此时修炼到达天仙境界 可算是能够真正运用荒神之池的力量了 荒神之池号称力量之冠 被盘武仙尊刻画下了大本元术的绝顶奥秘 用天仙法则稍微一催动 四面散发了出去 八部浮屠三十三天 世界中都充满了生机 绿光弥漫之间 金碧系都有了一种碧绿翡翠式的精银 而且 每个世界的金碧系都开始汲取仙界元气 也就是说 现在三千世界都能够自动汲取仙界元气了 和天界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方寒一掌打出 百万神族战士化为肉饼 而背后的世界之树更是威猛 千万树枝延伸了出去 当空一刷 那些神族都被刷入其中 居然和方寒灭杀的速度不相上下 风白宇站立在世界之树旁边 他也有神族的特性 可惜一点也不受世界之树的克制 眼神复杂 并没有出手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之间 他的脸色一变 方寒 虚神界之中 再次有高手跨越时空而来了 我们隐藏到玄黄大世界深处去吧 否则我们的力量 不可能对抗神族整个种族 就连仙界都奈何不了神族的力量 他话音刚刚落下 轰隆 一个足足有上一里大小的黑洞 出现在了方寒头顶上 一尊一尊的强横存在 此起彼伏地跨越而来 首先出现的是几尊神仙境界的圣魔 这些圣魔 显然是神族制造的古老魔族君王 气息呆滞 但强横地可以撕裂诸天 磨灭人间的气息传递出来 与此同时 一座座的天地魔门被打开 这天地魔门贯通的不是域外天魔境 而是神族豢养天魔 制造天魔的宇宙中 一眼看了过去 亿万的平行的时空中 全部都是天魔 强大的魔神 圣魔 然后这些圣魔 在神族大地的统治下 全部飞跃出来 黑压压一大片 简直是无法形容数目 方寒在以前 听说神族入侵的大军 是八百亿 但是现在 何止八百亿 简直是八百兆都足以计算 开始八百亿神族 只不过是探路的先锋而已 一尊古老而强大的神帝 出现在了方寒的眼帘之中 这尊神帝 面容冷酷 似乎机器 头上长了一尊古质的官 似乎攻击 它的手掌之中有肉脯 九根手指头 带着大统治者的气息 浩天神帝来了 这是浩天神帝 许多神帝看着这尊神帝的出现 都立刻飞了起来 发出此起彼伏的赞美声音 似乎这尊神帝 在神族之中的地位十分高 而且它的力量 也根本无法揣测 随意一出现 看向了方寒 一手猛地朝下暗 方寒背后的世界之树 许多枝叶都开始崩溃 随后 它的口中 吟唱出了祝福的声音 一股祝福的光环 扩散出去 弥漫了整个神族大军 乃至于整个玄黄大世界 还有域外星空 都是它的祝福之力 主神的祝福 在祝福光环的泼洒下 无数的神族 力量陡然增加了十倍 比如一头万寿镜的神皇 狂暴起来 祖祖比得上不死之身 那长生实重的神尊 居然比得上天仙 那些神帝 更是一样 唱出了诸神的祝福文字 神族文字 弥漫向空中 虚神界之中 无数的古老神族 也都吟唱起来 更大的祝福光环 从其中泼洒了出来 每一个普通的神族战士 身上都长出了猙獰的骨刺 那骨刺呈现出了紫金的颜色 好像刺猬铠甲 方寒 速退 这是神族虚神界中 无数古老神帝 发动了诸神的祝福 凡是受到祝福的神族战士 都会法力狂暴 提升十倍的威力 我们速速退 玲珑仙尊也变了颜色 方寒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周身的压力增大了十倍 那出现的浩天神帝 一掌拍下来 威力甚至远远在中央大地之上 不过它表面上 仍旧是神仙的境界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是体内的仙道法则 被封印住了 但是 这个浩天神帝 真实的境界 绝对不是神仙境界 而是更高 因为方寒感觉到了 自己的法力一触即溃 第936章 无数高手 诸神的祝福 果然厉害 我来看一看 那虚神界之中 到底有哪些大人物 方寒自由之一山洞 飘飞闪烁 只一下 就躲开了 那浩天神帝的拍击 然后整个人和玲珑仙尊一起 飞入了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不在表面 玄黄大世界的表面 一座座的海洋 全部都被摧毁 一座座的上古遗迹 全部都飞了起来 甚至那什么蛮荒神庙 居然都被彻底破灭 在神洁之水的淹没下 不复存在 更别说是昔日的第一大帝国 大玄帝国 各种华丽的城池 现在也化为了截灰 不过这些帝国中的人 已经被太义们 用大仙术收取走 方寒熟悉的玄黄大世界 汉海沙漠 草原 雪原 蛮荒原始森林 一切的景物 全部都被破坏 不复存在 整个玄黄大世界 来了一场末日的清洗 也只有神族 才有如此的破坏能力 方寒在和玲珑先尊后退之间 眼神全力睁开 看向了虚神界 就看到了全部都是奔涌的神之力 无穷无尽的诸神国度 连接成一片 许许多多的古老神帝 身体高大 在虚神界之中端坐 迎唱出了一句句的诗歌 发出祝福之力 不知道多少天仙级别 神仙级别 甚至还有玄仙等神帝 发出的祝福之力扩散出来 使得神族的大军和天魔 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加持 身体坚不可摧 一头最为普通的神族战士 就连道气都无法把气摧毁 这到达了什么地步 更有许多古老天魔 飞灵下来 守护神族 每一尊神族战士 都有千百天魔环绕 凝结成铠甲 或者是缠绕在兵器上 为他们增加力量 还有那些神族的神皇 则是化身 成为了大阵的核心 连接起来在亿万神族战士的中央 就算是天仙都伤不了他们 这是虚神界中 一些古老的神族强者祝福的力量 有一些强横的人物 一出来 仙界就要把其接引飞升而走 但是他们躲藏在虚神界中 隔绝了仙界的飞升力量 发出祝福来 还是不爱什么事情 当然 如果神族之中 古老的强者 比如帝氏天神帝这种 可以媲美天君的存在 也可以出来 天界的规则对于他们已经无视了 但是他们出来 天界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到时候是全面开战 你死我亡 损失太大 谁也不想就这么玩命 方寒心神摇曳 发现了虚神界中那些强大的存在 知道这次凭借自己一人之力 的确是无法对抗 好在玄黄大世界深处 不知道进入了多少古老道门的高手 如果能够联合起来 高手如云 还是能够和神族拼命一搏的 而且 他正要降服诸多道门高手 再次扩充自己的实力 多击杀几个像李天王这样的对手 把三十三天至宝 全部都炼制成仙气 同时八部浮屠也炼制成为仙气 现在 几乎是每杀一尊实力高强的神仙 利用他的血肉 神仙法则 还有骸骨 就可以把一件三十三天至宝 炼制成仙气 也就是说 方寒至少要再击杀四十名神仙 才能够把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至宝全部都转化 发生质的改变 杀死四十名神仙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世俗之中 无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丰功伟业 用神仙骸骨 建立起来的盖世法宝 神仙在天界都是有身份的人物 不是普普通通的角色 掌握一方大权 指挥天仙 无数奴隶 在世俗之中更是不用多说了 已经是力量之巅峰 天地之翘楚 四十尊神仙联合起来 现在的方寒都可以被打得到处乱跑 甚至生死盗销 不过 如果是一个个的击破 也未必就不可能 尤其是在这样神族大劫来临的局面下 纷乱异常 谁也不知道 自己会一下被偷袭打死 在这次神族大劫之中 我一定要击杀四十名神仙 把三十三天至宝八部浮屠 炼化成为仙气 到那个时候 我携带着仙气偷偷飞升 在仙界也会叱咤风云 方寒无法想象 炼制成仙气之后 会到达什么境界 他在以前 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这么一天 会把这件本命法宝炼制成仙气 而且 他现在 拥有了天仙的境界和实力 在理论上 已经可以炼制仙气了 嗖嗖嗖 自由之一煽动 方寒和玲珑仙尊 就到达了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在这深处一层层的空间中 庞大的本源之力 潮水一般涌动 向外猛地冲击 阻止住神节之水的冲击 凡是在玄黄大世界中 土生土长的修饰 进入了大世界深处 接受本源之力的冲击 都好像是神族得到 诸神的祝福一般 修为大增 方寒正是玄黄大世界中 土生土长的修饰 他沐浴在本源之力中 舒服得有一种想身影的感觉 更为厉害的是 他拥有世界之术 本来就是玄黄大世界中成长的 现在接受了本源冲击 立刻就有一种 和玄黄大世界血肉相连的味道 似乎他的身体 就是玄黄大世界 而神族在外面 准备破坏整个大世界 就好像在破坏他的身体 使得他心中产生了一种 强烈守护这个古老大世界的情绪 方寒 这玄黄大世界的本源 是超越了金仙的存在 就算是金仙以上的高手来炼制 也根本炼化不了 在上古时代 更是天军都无法炼化 可惜鸿蒙道人 上古三皇 世界之术等各种守护者 都消失的消失 陨落的陨落 就变成了现在残破的模样 玲珑先尊呼吸一口 脚踏实地 这一次 神族来势汹汹 玄黄大世界 也不复存在当年的威严 恐怕是危在旦夕 人黄比担心地道 这次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神族圣祭了整个大世界 贯穿到达仙界的通道 我们就可以乘机飞升到达仙界 可以携带各种宝贝 这也许是唯一的机会 赤渊魔尊道 的确 玲珑先尊点点头 神族这样炼化下去 过不了多久 一些绝世宝藏 都会纷纷出世 尤其是还没有被发现的飘渺之库 其中也有强大的法宝 甚至是有媲美玄品之门的强大仙器 能够收取到带到仙界去 在仙界的确是有了立足的资本 仙界虽然广大浩瀚 但竞争之残酷 也不是你我所能够想象 飘渺令 我手上有一块 可以凭借这尊令牌 在飘渺之库出世的时候 抢先一步 得到极大的好处 弥宝飞了出来 他修炼到达天仙境界之后 分宝岩也祭炼成功 力量倾泻 起源之力浓缩 在背后化为了点点星河一般的景象 多宝天君的血脉 玲珑先尊眼神一闪 看向了弥宝 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玲珑先尊 不愧是玄黄大世界第一高手 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身上有多宝天君的血脉 弥宝道 多宝天君 是起源先王麾下第一天君 掌握传说之杖 是最为古老的天君之一 也难怪 你会领悟起源神权 玲珑先尊微微道 不过玄黄大世界第一高手 现在恐怕是方寒了 也未必是我 他一掌打扁神仙的威能 各大古老道门都看得清清楚楚 过奖了 玲珑先尊你深不可测 我不愿意和你争锋 而且 什么第一第二 都是虚名 现在提升实力 到达仙界才是正途 方寒摇摇头 随后又沉默 身上周天一的虚影 在不停地推算着什么 似乎是在规划未来的道路 突然之间 他目光一闪 大手伸出 一层空间被撕裂 一尊巨大的葫芦 从其中跳跃出来 太上九青天的诸位 怎么看到了我方寒 居然还不上来叙叙旧 弥宝正好晋升 到达了天仙境界 可以在太上九青天中 开设道场了 那个葫芦 正式重生仙湖 从葫芦之中 飞出了祖蜻蜓 还有诸多天仙道主 尤其是东陵道主 一下看到弥宝 修成了天仙 顿时大喜 弥宝 你终于一步登天 化繁为仙 从此之后 修炼一片坦途 师父 这次大劫 非同小可 诸多古老门派纷争 外面神族降临 炼化整个大世界 各种宝藏以后纷纷出世 在这种局面下 天仙一个不好 也要彻底陨落 您还是跟着我们吧 现在方寒的实力 瞬间击杀神仙 足可以守护安全 弥宝道 弥宝的意思 也就是我的意思 方寒傲然道 我和玲珑仙尊联合 就算是传说中的 玄仙降临 也未必能够 奈何得了我们 我造化门 这次要整合所有的道门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刚才那幻影法王 暗中说我 被我击杀 想必你们也看到我的实力 祖蜻蜓掌教 你若是和我联合 必然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这个 祖蜻蜓蜓上显现出了一丝尴尬 方寒道有你神通无敌 我早就见识 屠杀天仙如屠狗 不过我们太上九卿天 现在秉承了仙界福照 要去玄黄大世界深处的空间 和诸位古老的道门 一起商量联盟的事情 不如方寒道有你 也随我们一起过去 只有联合在一起 才能够抗击神族 第937章 斗神帝国 各大古老的门派 在玄黄大世界的深处 进行结盟 共同对抗神族 这倒是还不错 的确是正当的出路 否则各大门派战力虽然强横 但一盘散沙 被各个击破 死伤更多 玲珑仙尊笑了起来 好 结盟好 方寒脸上浮现出了冷笑 我拥有世界之术 掌握造化 是玄黄大世界本源都承认的人 这个盟主当然由我来当 什么天界使者 什么天王大世界 中央大世界的人 都要以我为尊 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不错 结盟 自然以我们为主 如果有一些挑刺的刺头 方寒你也就把他们抓出来 全部炼化杀死 反正八步浮屠中 仙道法则越多越好 米宝脸色不变 我的分宝炎 虽然是远古仙气 但现在跌落到了 绝品道气的地步 正需要大量的天仙血迹 把他们的仙道法则 打入其中 重新变化回来 天界使者 李天王 这两个人物 都是神仙修为 我拿他们炼化了 把八步浮屠中的木骨 陈中仙提升为仙气再说 和三十三天 至宝求一个平衡 方寒把权一握 祖蜻蜓道友 带我们造化门 去参加结盟大典吧 我看看 那结盟大典 到底是谁在主持 祖蜻蜓看了方寒一眼 把手一挥 重生仙壶收入了体内 率领着太上 九卿天各位道主 护教法王 左右二副门主浩浩荡荡 向着玄黄大世界 更深处的空间进发着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无尽民土之中 这民土 现在突然发生了变化 整个民土 不再是漆黑的颜色 而是一种血一般的鲜红 似乎是民土之神 开始苏醒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民土本来是最为安宁 最为静寂的地方 但是今天 却热闹无比 一尊又一尊的强横人物 出现在了其中 一个又一个的强大门派 在其中安营扎寨 而民土上面九幽之地 许许多多的鬼神英灵 也都被捕捉 甚至是强大道 和天仙一个级别的鬼神 都被人封印 炼制成了法宝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之力 更加的剧烈 向外冒出 这是任何神仙 玄仙 乃至于传说之中的金仙都 不能够比拟得了的 那神族之中 虚神界许多古老的神帝 都施展出了诸神的祝福 使得每一头神族都狂暴 而且还没有后遗症的狂暴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抵挡得了的 是啊 我们天使派 这次前来 不知道能不能够 寻找到传说之中的宝贝 红云先尊遗留下来的红云道府 七府 三库 仪秘藏 其他的宝贝 我们是没有那个机缘 但是这红云先府 是我们天使派的囊中之物 师姐 这次仙界降临下福召来 让我们抵抗神族大劫 现在又要结盟 你说盟主会是谁 怎么挑选盟主 是个大问题啊 的确 三千大千世界 无数的高手势力都来了 无数的古老道门中 一些不出世的人物也进来了 鱼龙混杂 想要找一个领袖群雄的人 实在是困难无比 一群女子从民土之中掠过 带起了类似于时空潮汐的波动 这些女子 各个法力高强 有强横的仙人 也有虚仙 真仙 如天上的仙女下凡 各个都精彩绝艳 美丽绝伦 也是一个上古大派 天池派的人 方寒和锦绣府做过生意 那锦绣府的大小姐 就是天池派的女弟子 无尽名土的深处 一个又一个的大门派 大势力进来 相互打招呼 然后各自寄出了法宝 摆好大阵 端坐在阵中 似乎是在等待诸多门派的大会合 方寒这个时候 和天池派的诸多女子 碰上了面 方寒飞来的时候 没有丝毫烟火气息 整个人一身长袍 带着诸天的荣耀 却把光芒内敛 不是高手 难以看得出来 而他的身边 玲珑仙尊 人黄笔 风白雨 赤渊魔尊 心魔老人 弥宝也行走而来 并没有什么气势 不过闲听信部 自然有一股逍遥的风动 而相比之下 祖清廷等人 就有一些气势不如 因为整个太上九卿天 数十尊天仙 法王 副门主 方寒一只手 就可以全部抹杀 不过天池派的诸多大人物 都知道太上九卿天 为首的一个女子 立刻打招呼 祖清廷道友 想不到你太上九卿天 也来到了这玄黄大世界 是非之地 现在各大门派 要进行联盟 怎么 你身边的这些道友 都是请来的客亲散修吗 为首的这个女子 身穿一件红色的披风 十分雍容 尤其是手腕上 一串镯子 是由108颗珠子组成的 这些珠子 每一颗都散发出了浩瀚的心力 仔细一看 居然都是由恒星太阳炼化而成的 也就是说 这一串的珠子 足足炼化了108颗恒星太阳 而那连接珠子的线条 居然是一条虚空长河炼制而成的 以虚空长河为线 以恒星太阳为珠 炼制成一串手链 这个女子有多大的魄力和法力 原来是静销掌门 祖清廷看见这个女子 连忙骑手环礼 天池派也是上古道门 丝毫不亚于太上九卿天的势力 在遥远的古代 天池派的长教叫做天池圣母 不过近数十万年 天池圣母修炼大道 闭门不出 让麾下的最强弟子 静销儿执掌长教大位 这些道友 都是和太上九卿天结盟的克卿散修 静销儿再次问道 不敢不敢 祖清廷吓了一大跳 这位是玄黄大世界 造化门门主方寒 我们太上九卿天 哪里有资格请他作为克卿长老 而是辅助他在这次联盟之中 夺取道门主之位 什么 造化门门主方寒 天池派的诸多女子 天仙大能 甚至还有深不可测的高手 都震惊起来 要夺取门主之位 这怎么可能 这次神族大劫 有多少道门 得到了仙界扶赵赶来 高手不知道多少 居然就这么狂妄 天池派的诸多女子 都来得晚了 没有看到方寒大战神族 击杀天荒神帝的绝世英姿 天池派的人 很好 我造化门广大贤才 都可以联盟 既然相逢 那就是有缘 诸位就尊我为盟主 等待神族大劫之中 我必然会保护诸位平安 不被神族所杀戮 方寒站了出来 眼神扫射了一下 在场的诸多女子 那掌门竟秀儿脸色一变 听着方寒的话 与其淡淡略带讥讽地道 我天池派不依附任何人 造化门门主 还请见谅 而且神族大劫 我天池派也未必就怕了 不斩杀几头神帝 我们也是不会回去的 是吗 米宝上前道 门主是看你们天池派 都是女子 莲香西域 怕你们被神族斩杀 或者被别的心怀鬼态的妖魔祸害 所以出于善念 你们多想一想 免得遇到危险以后 后悔莫及 放肆 我天池派赫赫威名 为诸天古道门之一 你造化门是什么 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惨 一个天池派的大人物 被激怒了 说得好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达而来 虚空被一下撕裂 其中昂首阔步 走出了一群人 这群人 当现一个身披战斗长袍 里面是青铜颜色的古老铠甲 头戴一顶皇冠 身后是几尊天仙巨无霸 斗神大事件 斗神帝国皇帝 斗战 祖清廷 静秀儿两大门主看见此人 都是一阵 斗神大事件 是三千大事件之中 最为好战 最为狂暴的一个世界 擅长战斗 争斗 皇帝斗战 威震万界 传闻之中 进入了宇宙之中 最为凶险之地历练 最后大成 在数十万年前 就修成了天仙 斗战 你修成了神仙 这怎么可能 静秀儿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吃了一惊 不错 本皇修成了神仙 得到天大机缘 斗战大踏步走来 这次 本皇带领斗神大事件的高手前来 就是为了和中央大帝 李天王等世界之主一战 看看谁的手段更为强硬 不过想不到 却就碰到了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说要争夺盟主 实在是好笑 静秀儿 本皇还缺一个妃子 这次联盟 你就做本皇的妃子如何 斗神大帝国皇帝 方寒想了想到 你是不是有个儿子 叫做斗玄瑾 前夫进入分保盐 不过不长眼睛 前不久被我杀死了 什么 斗战眼神一闪 狂暴的杀意 请客之间就浮现出来 是你杀了玄瑾 该死 给我死 说话之间 斗战整个人 如上古神帝 君临天下 人到达了千百丈高下 一掌横击 对着方寒 就打出了斗神大帝国之中的杀招 神斗罗天 无数的三千大道 各种无上神通 还掺杂有寿命的燃烧 惊血的火焰 更有法宝的祭祀 元气的组合 大阵的毁灭 一招之间 千亿兆变化 刹那爆发而出 就好像是宇宙大爆炸 万物形成 各种物质组合 天地一片混盲 方寒面对这一招 一步踏出 手掌变化 当空一丝 一切仙术 都烟消云散 众人就看见 他的全身命运长河缠绕 洪荒祖龙在命运长河中游异 混乱天军 造化仙王 起源仙王等诸多意志虚影都出现 他吐气开声 震破无穷障碍 大手一抓 就捏住了斗战的脖子 然后一拧 咔嚓 朱天之中 都响彻起了恐怖的咔嚓之声 他居然把斗战的头 给直接拧了下来 这一刻 那靖秀儿 看得是一口鲜血 喷射了出来 他永远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938章 连连斩杀 绝霸天地 来势汹汹的盖世强者 斗神大帝国的皇帝 斗战居然一招之间 就被方寒击破了绝杀大招 捏住脖子 然后把头颅都活生生地拧了下来 这是何等的凶残 何等的暴力 何等的震撼 没有人能够形容此时此刻 看到这一幕的高手 心中是如何所想 斗神大帝国的一些高手也傻眼了 他们反应不过来 刚刚修成神仙 得到天大机缘 以为可以君临天下 掌控一切 带领斗神大世界 走向辉煌的帝国领袖 居然被人一招之间 就拧掉了脑袋 这怎么能够让人相信 天啊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难道是看错了吗 那斗战 斗神大世界的皇帝 战斗天才 一些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的天赤派女子 都惊叫起来 尤其是那些虚仙 真仙级别的高手 心里无法承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斗战经历无数折磨 艰难困苦 披荆斩棘 走到今天 无数史实文明 万事实彼 都无法书写我的传奇 我的光辉 我的荣耀 怎么可能陨落在这里 我绝不甘心 绝不甘心 绝世怨念 重生凝聚 怨念之呐喊 毕竟是神仙 那斗战被方寒拧掉了头颅 居然还没有死 那脑袋发出了强大的怨念 居然堪比万恶之源 怨天 怨地 怨人 那怨念形成了一声声的呐喊 使得他的生机再次勃发 凝聚 发出了一股股的生之道气 使得他的头颅 要和身体再度结合 同时 他的双目之中 射出亿万道战役 这些战役 凝结成了干戈 袭击向方寒的本体 战斗之歌 他展开绝世大反击 企图翻盘 一举击杀 没有任何用处 神仙在我的面前 也得死 我正好拿你血迹 把我的宝贝 炼制成仙气 方寒丝毫不在乎 斗战的任何反击 身躯一动 刚气震荡而出 把那些战争之歌 全部震得碎裂 他手掌一番 宛如铁山撞击而出 一拳轰击 天崩地裂 巴大 那斗战任何的反击 都被震得烟消云散 被方寒这绝世一拳 打成了肉饼 一团真正的肉饼 好像血肉圆胎似乎的 悬浮在空中 不停地蠕动 其中还发出尖锐的声音 我的仙道法则 都开始破碎了 怎么可能 我可是神仙 这个世俗之中 最为巅峰的存在 力量的最高层次 怎么可能会被打死 死就是死 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 方寒大手一抓 如天意擎拿 笼罩而下 手上发出了滚滚火焰 那火焰燃烧着 就把这团血肉 瞬息之间化为了气流 冲入自己的身体 进入八部浮屠之中 啊 斗战皇帝最后 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 真正烟消云散 死于非命 一尊高手 就这么被方寒击杀 消失在人间 强大的神仙血肉 骸骨 元气 法则都冲入了方寒的体内 灌注进入了 八部浮屠的木骨之中 咚 咚 咚 这巨大的木骨 震荡起来 发出了巨人心脏一般的跳跃声 终于变化成为了仙气 木骨 吸收了三件绝品稻器 重华天骨 还有一万多上品稻器的天骨 就有了成仙的前置 现在把斗战的神仙法则 神仙血肉都全部吸收 也立刻就成为了仙气 砰 砰 砰 方寒运转仙气 每发出一声 那木骨的鹰波就震荡出去 袭击到达了斗战皇帝 带来的一些天仙大巨头的身体上 一尊全身铠甲 白玉腰带 银色披肩的天仙 首当其中 被鹰波一震 就炸成了一团血肉 吸收进去 如泥牛入海 炮都没有冒一个 啊 这是斗神大帝国的 一位皇室老皇叔 叫做斗真 早就修炼到达天仙境界 居然被一下震死 一个天池派的女高 手尖叫起来 在她的尖锐叫声之中 那些古老的皇室成员 足足有五六个天仙 被鼓声一响 都彻底炸开 化为血肉 全部都被吸收 快逃啊 死光了 老皇叔 老皇爷 太皇叔祖都死光了 我们完了 饶命啊 不会的 怎么会死 这是幻觉 这是幻觉啊 斗神大帝国 这次除了神仙级别的皇帝斗战 和五位天仙皇室老古董之外 还有上次和太皇天一起 围攻了方寒了斗日落 斗日落 依旧是真仙大圆满的境界 但是现在 在方寒面前 就是一尊小蚂蚁 他害得肝胆剧烈 想立刻就逃走 但是方寒这个时候 大手抹杀下来 他的整个身体 炸成了粉末 被直接吸收 各种法则融入八部浮屠 成为补品 其余坐鸟受散的高手 也纷纷被大手的犀利抓住 落入方寒的手掌之中 轻轻一捏 全部都如鸡蛋一般的破碎 每一生破碎 都是一个死亡阴符 代表着一尊纵横天地的 大人物陨落 灵魂彻底消失 一切荣耀都归于虚无 三个呼吸 只有三个呼吸 斗神大世界的高手 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能够留下来 整个大世界的精英 被方寒一下抹杀 斗神大世界 在三千大千世界排名 极其靠前 敌运封后 虽然不如天王 中央 其中有一些老古董级别的存在 但本身的皇帝 到达神仙境界 那也是惊世骇俗 无语争锋 但是现在 被方寒催枯拉朽一般的击垮 全部死亡 这有多么的震撼 当下 所有天池派的女子 包括掌门静秀 都呈现出了一种痴呆的状态 这不是真的 她的樱桃小嘴难难道 完全不像一尊天仙至尊的强者 而好像世俗中受惊了的女子 一个大世界的精英 我反掌之间 就全部杀死 这下静秀 你应该看到了我的实力吧 不知道足不足够做盟主 方寒淡淡道 她击杀了斗战 又把木骨晋升为仙气 心中欢喜 暗暗运转元气 消化刚才击杀的一些天仙 还有许多真仙 虚仙 这些高手虽然被击杀 但是身上的体内世界 也储存了无数的法宝 丹药 道书 还豢养有生灵 天魔 都一一被方寒送入了三千个世界中 全部毒化 一时之间 整个八部浮屠中 生灵超过了万亿 也就是一兆的数目 想一想 斗战身为神仙 体内的世界 已经转化为了宇宙 甚至可以从体内凝炼出恒星来 其中 蕴藏有多少生灵 以前方寒击杀的 吉祥常空佛 体内也储存了无数的佛国生灵 一股脑都进入八部浮屠 储存起来 这么多数目的生灵产生的怨力 随时随刻 都能够汇聚成一座海洋 不过这些怨力并没有浪费 而是被周天仪调动 和仙界元气结合 化为各种神符 让修士土纳吸收 可以说 周天仪一变化为仙气之后 八部浮屠的三千世界 就真正地变成了洞天浮地 其中修炼的速度 比各大门派最好的浮地 都要快万倍 每时每刻 方寒的势力都在增长着 方寒消化着这些天仙 真仙 虚仙炼化之后的元气 十分舒畅 那些仙道法则 融入了八部浮屠中 使得木道人 龙道人等人的力量 提升得更为厉害 尤其是融入了 木骨之中的飞天老祖 随着木骨变化为仙气 他的境界节节攀升 几乎是瞬息之间 就突破了虚仙 然后到达真仙大圆满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突破到天仙的境界 造化门门主 方寒 听见方寒说话 元气平静下来 那静秀尔一个机灵 身体都哆嗦了一下 想不到 世间居然有这种大能 你 一掌 就击杀了神仙 你是什么修为 古老而传说中的玄仙 方寒道友 神功盖世 现在静秀尔道友 你也看到了他的实力 不如和造化门联合 他的确是有保护 我们所有人的能力 祖蜻蜓暗暗吞咽了一口口水 看到方寒击杀斗战的实力 知道这人已经根本不是 他所能够想象的厉害 哪怕是太上九卿天 起源秘境中 修行的一些老古董 也对付不了他 这人 化子虚心惊胆战 但是目光却闪烁连连 好像狐狸 我接到了起源秘境中 一些老祖宗传递的仙界符罩 这方寒是仙界要抓捕的人 但是现在这样凶横 怎么办 仙界符罩上说 如果能够抓到殿母天君 那就是可以得到诸位远古天君的接见 如果能够抓住这方寒 送入天界 那就可以得到一些 惊仙以上的大人物接见 好处无穷无尽 化子虚心思隐藏得很深 表面上 他畏畏缩缩 但是 就在他心思隐藏 在细微的流动时候 突然方寒的目光朝他看了过来 他猛地吃了一惊 连忙闪开目光 不敢和方寒对视 哼 方寒冷哼一声 突然大手抓来 任凭他千般变化 都一下被捏住了脖子 凌空提起 方寒倒有 祖蜻蜓大惊失色 化子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 我拥有33天之宝周天怡 推算一切 你的心思都反映在其中 说话之间 方寒挥手之间 周天怡的虚影出现在手上 上面闪烁出了 刚才化子虚的一些心理波动 仙界传递下符罩 要抓捕我 那也得看 谁有那个本事 仙界的大人物 毕竟不能够下来 方寒猛地一捏 化子虚的身体 在惨叫之中爆炸 第939章 大聚会 方寒挥手之间 就把化子虚给当场击杀 所有的神通法宝 绝杀之招 精气神 血魄力 也都融入了八部浮屠中 使得里面的木道人 龙道人 诸多法宝气灵 再次得到了一次大的洗礼 化子虚会太上九青天的杀招 万王之王 这门杀招 虽然不如无尽起源 但也威力强横 是集中了上古诸多圣贤王者 王道之气 凝聚而成 诸多仙术组合 诸多三千大道 绞成一股 至尊无上 一掌击杀 万王出现 毁灭教化 方寒一纳入身体中 用小宿命术去吞噬 立刻就掌握了 这门神通的无穷奥秘 东陵道主 你是弥宝的师父 这话自虚对我不利 被我击杀 他身上的诸多法宝 远古绝品盗气 我也无法运用 就赠送给你了 吞噬之后 方寒就明白了 这门功夫的修行之法 也不在体内停留 而是突然一掌 打入了东陵飞的体内 立刻东陵飞体内的 仙道世界就开始膨胀 神采飞扬 力量节节攀升 到达了天仙大圆满的巅峰 而且方寒在这一拍之间 甚至是把造化 起源两大神力 还有自由之意的气息 各种玄奥地道术 还有那玄聘道人 遗留下来的修行经验 都送入了他的体内 使得他刹那之间 就减少了百万年的苦修 还不止 瞬息之间 东陵飞的体内先到世界 千百次运转 融合了造化 起源 自由 各种神通元气 雪花一般的天元神浮元气 顿时法力简直还超越了祖蜻蜓 方寒现在 击杀了无数的高手 每一个高手 体内都不知道修炼了多少三千大道 上古神通 比如机箱长空佛 礼炸 还有刚刚的神仙斗战 各种天仙 每一次吞噬炼化 他的体内就多出了一种 或者几种三千大道 现在他体内的三千大道 已经超越了百种 堪比人皇比 被小宿命树吞噬的各种上古神通 更是多不可数 一些盖世杀招 更是一招一招 在体内世界之中浮现 运转 现在方寒的体内世界 已经开始衍生出了宇宙 无数的恒星自动凝结而成 一颗颗的星球出现 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转着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进入方寒的体内世界 就会发现无数的星球组成星图 那些三千大道 和无数的上古神通杀招 在太空中流转着 因果之力组成的线条 连接着那些星球 有点类似于玲珑大罗天的棋盘 而在那半宇宙的最深处 方寒的灵魂意志 凝结成的本体端坐着 背后不停地显现出了 诸多大人物的形体 有造化 起源 混乱 世间自在王佛 各种影子 他似乎是掌管宇宙的生灭的 大神灵 大神尊 意念一动 这片半宇宙 就会衍生出新的变化 在他的体内世界 也换养了一些生灵 不过都是 刚刚收罗的神族 天魔 准备随时圣迹 化为力量 果然是爱屋即乌 这下东灵飞得到的好处 就算是我等苦修数百万年 也不一定能够修炼得出来 那方寒不止把化子虚的 全部修为 打入了他的体内 甚至还把一些神力输送 等于是脱胎换骨 有这样大的机缘 恐怕就有机会晋升为神仙 真是羡慕啊 我们一路修行 披荆斩棘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 才修炼到达天仙的程度 已经不可能晋升为神仙了 我的寿命也不够 虽然还有七八十万年好活 但是转瞬即逝 难道死了以后 一身荣耀 化为虚无 东灵飞的寿命 也就还有百多万年 稍微炼制一剑法宝 流逝一些 也就危险 但是现在 有了晋升为神仙的前置 那起码要比我们多活上千万年 是啊 他就找了一个好徒弟 而好徒弟 找了一个好男人 一下就一步登天了 一些太上九卿天地道主 巨无霸级别的存在 都心中议论纷纷 有羡慕 妒忌 尤其是那丰厚老狱 虽然到达天仙 但寿命已经开始流逝 还剩下数十万年 看似多 却也转瞬即逝 稍微遇到什么危险 燃烧一下 也就消失大半 修道士 说到底 还是要比谁活得更久一些 谁最有潜力一些 现在东灵飞得到了方寒的支持 传授无上功力 有了晋升为神仙的前置 现在的法力超越祖清廷 太上九卿天的诸多人物 态度上就起了变化 祖清廷掌门 我杀了包藏祸心华子虚 你不会有什么见怪吧 这是为太上九卿天清理门户 我看干脆 就让东灵道主 晋升为副掌门如何 方寒不动声色 击杀华子虚 传攻东灵飞 然后突然对祖清廷道 这个 祖清廷心中是一团乱麻 面对强势的方寒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晋升为副掌门 需要我进入起源秘境 向诸多隐藏的老前辈会面 尊重他们的意思 暂时还不能够提升 这也没有什么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你现在是太上九卿天的掌教至尊 在非常时刻 有提升副掌门的权利 方寒冷冷一笑 看着方寒冷笑的面孔 祖清廷心中一缩 知道此时方寒非常霸道 连神仙都一招杀死 万万不能顶嘴 否则他发起风来 直接把全部都灭了 都没有话可以说 所有太上九卿天 诸人听令 祖清廷拿出了令牌 华子虚包藏祸心 被造化门主诛杀 现在提升东陵道主为副掌门 是 所有的太上九卿天诸多人物 看了方寒一眼 深深低下了头颅 很好 很好 方寒对于太上九卿天的诸多人物 印象其实并不怎么好 就凭借他们囚禁弥宝 收刮分宝炎之中的法宝 就足可以被灭门了 现在实力大增 欺压他们 也是报复回来 免得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 方寒现在连神仙一掌都能够被打扁 也不在乎这个古老道门 方寒门主 实力超群 我等实在是 佩服的五体投地 事不宜迟 我们天池派和太上九卿天 都甘愿听从门主的号令 推选门主为仙道盟主 带领群仙 对抗神族大劫 靖绣尔连忙当 他此时也经营了很多 立刻发出号令 所有天池派诸人 从此之后 方寒盟主有什么话 都要遵从 他把门主改成了盟主 走吧 前面似乎是仙道门派再聚集了 好多高手降临 嗯 似乎中央大世界 又来了几个厉害的大人物 迷宝一指 望向了前方 就看到前方许多的高手降落下来 各种门派 雨点一般的出现 最大的门派 还是中央大世界 一尊古老的中央战场 凝聚成形体 中央大地虽然飞升了 但似乎破空 又飞来了许多厉害人物 和天界的使者 似乎在聊些什么 天王大世界的李天王 也率领着天王大世界的诸多人物 分庭抗礼 天王大世界的许多老古董 也似乎前来了 神仙级别 就要顾忌仙道规则而飞升 可以称为老古董了 排名前十的大世界 都有一些老古董 天王大世界和中央大世界 都有无数的老古董在其中 现在 这些老古董都出世了 联合在一起 准备夺取盟主大位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现在显现出了真实的实力 除此之外 缩伯大世界 无量大世界 圣光大世界 道德大世界 玄灵大世界 无望大世界 庄严大世界的势力 也一个又一个跨越时空而来 方寒眼神一扫 就看出了 排名前十的大世界 全部都到齐 其中排名第三的大世界 居然是神秘无比的风神大世界 其中一个的修士 身体之中都蕴含了风神之杯 也有克制神族的特性 很好 中央 天王 风神 庄严 道德 玄灵 无望 圣光 娑婆 无量 十大世界的人 都全部到齐 真是壮观 壮观无比 沿在黄泉图中狂吼起来 他有史以来 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大人物聚会 并且 除了这些大世界的人 还有一些古老道门 也都出现在了名土中 轰隆 名土上的九幽空间被震开 一尊古老的大船 居然是仙器 也出现在了这里 是神舟门 想不到 这传说中的门派 居然也出现了 静秀儿脸上 显现出了恐惧的神色 神舟门 方寒问道 神舟门 是居住在神秘的神舟净土中的修士 从来不出世 但是其中的传人 每一次出世 都会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这个门派 招收弟子 每个弟子 都必须要有成仙的牵制 才会收取 玲珑仙尊道 在上一次神族大劫 神舟门也出现了 曾经其中一位大人物 把神族之中的耶律神帝给斩杀 那耶律神帝 是玄仙的修为 不过斩杀之后 那大人物也就破空飞升了 留下了古老的传说 总之 这神舟门的实力 不在中央大世界之下 看得出来 那古老大船 也是一件极其厉害的仙气 方寒点点头 不在永恒神炉之下 谁也没有想到 神族大劫 居然会在争夺太原仙府的